歡迎回到市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住打電話來 28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將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要財證券市務總監郭獅治郭Sir 郭Sir你好 郭Sir先聽聽家庭觀眾 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陳小姐 我想問一問 那隻股票是279 是 民豐 是 民豐企業 我是0.173買的 現在我想知道 因為它又欠了1.9億 是 有沒有機會回到我的買日價 或者是我應該在甚麼價位 應該要走了 173買的那個 世價股的操作策略是怎樣 郭Sir 第一 如果要指示的話 應該是1.5元的那一刻已經要止虧了 當然 剛才你提到 這次業績是虧線1.9億 暫時來說 也沒有甚麼其他收購 或者其他消息入市 所以股價始終還是低迷的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股價早前跌穿了2.5元 2.5元 1.8元 1.5元 1.5元 但是暫時來說 也沒有甚麼新的消息進去 所以變成 這一分鐘 就算股價有小小的回升 都是跌後技術上的後抽 即是俗稱的技術上的反彈 這不是一個新的聲浪的開始 當然 世價股 其實來說 永遠永遠都有希望 不知道明天突然間會不會有些消息 後天突然間會不會有些新的動作 如果有的話 股價也有機會 慢慢步入另一個新的 性潮 這一陣子 其實如果說回一年的高位 不要說四毫二指 就當是三毫七、三毫八指 跌到一毫一先三 其實殺傷力大到你都難以估計 所以 炒賣世價股 我也不怕說它 大家定低止虧位 不是說價會升多少 而是說 當我價逆轉的時候 我願意虧多少給它 這個才是關鍵 你買入一毫七先幾 其實相對三毫幾指 你已經跌了一半 你才會再賣 但奈何勢頭仍然向下走 這一分鐘最低價是一毫一先三 如果你要給它止虧位 我就給一毫一先三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早前跌穿了一毫五先半 或者一毫半次 理性一點 該一下就應該止虧 來到現在這一刻 希望不是拿太多 等它 有沒有機會 或者稍後 會有其他新的動作 消息配合能夠做好一點 唯一要說 這兩天有少許斷定了的形態 股價碰到十天線 好像是暫時回穩 不過你說 有沒有太大的憧憬 這分鐘是沒有的 任何的反彈 第一個阻力位是一毫三先半 如果能夠攻破一毫三先半 就有機會試一毫半指 或者更加高 我想不妨先等等 因為來到現在 最壞的那一刻 捱過了 希望你可以捱得過去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是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的電話 拜拜 另外郭Sir 不如我們看看內地收市表現 看到上證綜合指數 全日升了三點收市 收播在2816點 護深300指數升不夠1點 收播在3122點 而深圳城市方面 跌不夠1點 收播在12440點 今天看到內地股市是靠穩的 似乎缺乏了方向 你又怎樣看 它仍然期穩在288點流上的水平 是否都屬於健康呢 其實的勢頭是好的 因為早前跟大家說了 上證指數由2611點的回升 其實來說 一層一層的上升 正是市場對中央調控的政策 有另一個看法 當然在這個節目上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如果通脹5.5%是否高 是的 但如果通脹是來自食物價格的 不斷上升 從而引發的話 你加息提升銀行準美金 成效真的不是那麼大 不是代表你加息加銀行準美金 民間就會吃少碗飯 夾少一煮菜 是不會的 相反來說 由於大部分的民工的收入 是越來越多的了 800元工那個 可能現在說1500元 甚至1800元人工 1500元那個 現在可能拿2800到3000元人工 民以食為天 賺錢賺多了 當然是吃都有要求 所以你要穩定物價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提供足夠供應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期 包括天氣的罕災 包括雨災 即是水災 都令到農作物的生產受損 食物價格高企 始終來說 一是有人為的因素 第二有天氣的因素 你是很難去避免 當然不知 如果你說不斷加息加銀行準備金 第一是調控不到食物價格引發的通脹 其次來說 令到中小企業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有單的你借不到錢賣原材料 沒有單的就更加頭痛 不過有單就算有錢 你一樣頭痛 因為電荒 一個星期開 五日工 剩下兩天沒有電供應 你說怎麼搞 就是阻慢生產 好吧 自己發電 第一又不符合環保的要求 第二就算給你做的話 你的成本都會重了 凡指種種真的很頭痛 所以近期來說 大家都在推測中央政策 可能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 取態會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 所以上證指數由低位一路上來 其實多多少少 是因為受到政策的刺激 當然不知市場人士 永遠都是看政策做事 A股老老實實 你問我十次 我都會這樣說 又沒有牛市都紅市 最重要是看政策 或是方大圖和大家討論 上證指數 第一個低位 今年是1月25日的2661 第二個低位 是6月20日的2611 其實高低腳息的雙底 已經漸漸形成了 我這裡寫了一個前密集區域 這個密集區域 一拉過來 大家發現到 其實包括1月25日和6月20日 跌到這個區域已經跌不下 暫時來說 在2560至278點 這個密集區域的防守性是很強的 只不過可能市道不好 低跌那麼多 市道好的話 就沒有那麼低 最重要是什麼 是這個初步的阻力 這個初步阻力大概是2860點 如果上證指數能夠成功突破這一點的話 目標就直至黑色的下降軌 這個是一路伸延下來的下降軌 事實上來說 在突破2860點那一刻 整個形態已經進入玉市頂的格局 如果你拉後一點去看的話 你會發覺到一個W形態 一個W形態已經漸漸漸漸 展現眼前 高低腳息的雙底 這個事實上一早已經跟大家說了 我對上證指數的看法 或者對A股的看法 我是比較正面的 當然萬種紅情歸於市 市者就是看政策 政策如果真是出台 是有利於資金入市的話 A股如果是稍為做好一點 這個絕對不出奇 實際上來說 升之後 上證指數一路咬著高台 剛才Niko提到 它的股價 它的指數暫時來說 在2880點好像是拉腳拉腳 其實是很正常的 2611點 升到現在 頭答未升到200多點 升到200多點 稍為整固 120點 是很正常的 只有高台的整固 對A股的看法 只要政策能夠配合到 我覺得仍然可以進步推上去 謝謝郭Sir 另外看看港股 看到港股表現現在跌29點 去到22740點 其子方面跌17點 暫時高水25點 其實港股市 是否暫時大升市 都是缺乏方向 是的 是缺乏方向 昨天七八幾億成交 接近八百億 今天只有四百六十幾億成交 即資金入市態度 有少少保留 不過這樣 昨天烈口性高開之後 恆生市一路穩守 在250天線流上 形態斷定了 即是最低限度 跟大家說 一個中期的調整 持續向下穩底的形態 暫時已經告一段落 不過你要市場立即咬腰上 你也要等成交金額配合才行 事實上 昨天的上升 遺留了一個上升裂口 是介乎22,464到22,728點 264點裂口 暫時放在這裡 今天補過來 補到下去 22,780點 但仍未補 可否可以回補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如果在月初能夠輕輕回補 對中期後市的發展更加有利 謝謝郭Sir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節回來 仍然是即場交路之 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得打電話來 204-6566 或傳電郵給我們 待會回來 郭Sir仍然會解答 家庭觀眾的任何投資疑欄 待會回來再和大家見面